自動化碼 首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менее 痘痘呢很容易因為紫外線會變嚴重 所以一般人的名思就是我長痘痘了我就不要塗防曬 那其實他到戶外以後 接受紫外線的刺激其實痘痘也許會長更多 所以痘痘的患者是可以使用防曬的 那現在要怎麼樣來挑選產品呢 其實基本上痘痘分為物理性防曬跟化學性防曬 可以選擇非製痘型的一種防曬產品 我們在卸這個防曬的時候呢 第一個要卸乾淨 不要讓這些防曬的產品會阻塞你的毛孔 第二個要使用不要太油膩的卸妝油 其實不太會再長太多的痘痘